JesseJ粉丝对排名难以置信,JesseJ这样安慰粉丝。 JesseJ这次参加歌手2018,凭着自己的可爱,以及一米八的大长腿收获了大批粉丝。 在音乐方面,歌手节目前三期,他靠着他惊人的实力,一直稳坐冠军宝座。 第四期,华晨宇加入,JesseJ排名第二名,第五期,菲律宾歌手KZ唐定安踢馆,JesseJ排名第二名。 对于JesseJ第二名的排名,JesseJ的粉丝表示难以置信。 采访时,问JesseJ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。 JesseJ,他们给冷静一下,没有长盛将军,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,我希望观众知道,我是一个怎样的歌者,不管是结欠卡还是结欠。 JesseJ 了解我的方方面面,生活就是如此,有好日子,有坏日子,坏日子也并不总是那么糟糕,那只是一种能量和感受。 JesseJ,华晨宇,他上周表演得很精彩。 JesseJ,观众有投票权,投票权在他们手中,是他们决定了,大部分人喜欢他的表演,胜过我的,表演,事实如此,但我这周要努力拿冠军。 JesseJ不止可爱,还心态如此好,简直太圈粉了。 JesseJ这次参加歌手2018,凭着自己的可爱,以及一米八的大长腿收获了大批粉丝。 在音乐方面,歌手节目前三期,他靠着他惊人的实力,一直稳坐冠军宝座。 第四期,华晨宇加入,JesseJ排名第二名。 第五期,菲律宾歌手KZ唐定安批馆,JesseJ排名第二名。 对于JesseJ第二名的排名,JesseJ的粉丝表示难以置信。 采访时,问JesseJ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。 JesseJ,他们给冷静一下,没有长盛将军,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,我希望观众知道,我是一个怎样的歌者,不管是结欠卡还是结欠,了解我的方方面面,生活就是如此。 有好日子,有坏日子,坏日子也并不总是那么糟糕,那只是一种能量和感受。 华晨宇,他上周表演得很精彩,观众有投票权,投票权在他们手中,是他们决定了,大部分人喜欢他的表演,胜过我的,表演,事实如此,但我这周要努力拿冠军。 JesseJ不止可爱,环心态如此好,简直太圈粉了。